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为大家介绍这银法家园课程 银法家园课程呢 是属于我们跟与成大合作一个课程的一个部分 那这是第三门课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制作在场地中实现 那我们社科地理是I54125402教室 那我是社科老师王健 那我们是这个是教委 这个我这是我的email 那这所office hour 这倒是每天从礼拜二到礼拜五 每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 所以同学在这些有问题可以来找我 或者说当你有什么想要问题的话 你可以用email跟我联络 那我们约定一个时间 那这门课呢 最主要是要让人家了解说 银法族的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可以让生活更便利 可以解决生活上困扰 或者鼓励银法族呢 能够有个优质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门课是希望让同学们了解呢 各种银法科技的各种知识 毕竟我们是年轻人 离银法族还比较远 所以有时候以我们的想象很难了解说 以我们的祖父祖母辈的人呢 他们这些想法 那再怪话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我们是电通器所学的技术呢 能够去开发一些设备 或者是改良一些设备 或者让银法族的生活更加便利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要能够让同学能够培养一个综合 解决银法族问题的能力的态度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问题之后 我们可以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 最后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说同学能够了解银法科技的发展趋势 以台湾目前的环境 银法族会逐渐为变成社会的那个主力 主要人口 那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隐忧 因为以后的年老人必须要靠自己 才能够过活 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之外 他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银法族得靠自己的生活 自己能力自己生活 自己去过活 所以这也需要借重很多科技的这个辅助 才能够让这个生活变得便利一点 那这下是我们课程的那个内容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概论 那再一个话就是介绍高龄者的生理与心理的特性 那因为我们大多了解说 你觉得年纪的老化 这个生理或老化不讲 心理会产生变化 那再一个话呢 我们要探讨是高龄社会的人际关系 我们用年轻人的话呢 一些对其他人的那个同侪团体的这个应对方式 在高龄者并不适应 所以我们探讨这个社会跟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高龄者的生活需求 还有心理健康管理 那再过话呢 我们会见到找一些高龄者生活的个案 那现在高龄者有很多各种不同生活 有的是独居在家里 有些是到老人运去 有些是跟家人的合作 但是白天呢 年轻人上班去的老人在家里做事或带小孩 所以呢 这我们要砍一个个案 那最后呢 我们会介绍一些那个 这样能够让阴法族活跃起来的一些 一些设计一些游戏跟活动 能让阴法族能够 既有这些游戏的活动啊 能够使他们的生活 生理啊 心理上能够获得更充实的一些生活 那我们这门课呢 是要一个 这个是以这个做专题为久 所以我们最主要是期末报告 来做一个评定各位的这个成就 那同时我们这些这个活动呢 也要在这个长龙心肠的场域呢 去做个实现 所以这个是 同学一定要在这个 注意一下这门课的那个 各种的进度 那这教材的话 因为我们参加是承达的 智慧中指点满 所以我们会以承达 这种种指里面开发的模组呢 做教材来互相的这个支援 那呢 我们这门课的话 那我们这门课希望是能够开发东西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Arduino为主 所以这个同学呢 可以在Arduino的网站上找到很多 相关的一些知识 跟一些技术的支援 那再规划呢 我们方式化 上课的方式化 包括课堂的讲授 课堂的讨论 实物操作 然后请人家演讲 比如说我们请人家解这样子 就是制造专题啊 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再过来是个实地的参访 那再过来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 实地上还一个实地的一个演练 那我们这门课的教材呢 会放在网络大学 与同学的上面 那我们的评论方式呢 大概平常平时成绩是以这个 您的这个课堂讨论啊报告出席啊 其实作为当作您的评论啊 那请问报告的话 就会以您的报告跟这个 这个支笔测试来评论您的成就 那期末的话最主要是以报告为主 那当然你的作品要做出来 好 那我如果同学在学校困难的话呢 你会用office来找网 或者用e-point-golio 跟网络大学呢 开讨论群组跟同学讨论 那我们会对这个同学进度不够 会我们会主动点辅导 那期末考 期末考如果考不好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辅导的这个措施呢 请你过来加强你的一些 不足的地方 那这门课的前置课程 数据成为科技 那我们这门课是属于一个跨院系的学程 是智慧种子联盟的一个课程 那这边提醒同学说 我们这个我们这门课的教材呢 是以这个这个跟有那个有效 电科开放的模组为主 所以这我们课程基本上是 我们同学使用它是合法的 那这样提醒同学 不要去使用这任何盗版的软体 或者不要去非法 引用其他的一些课本和教材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谢谢各位